- 。 哈囉大家好,這裡是丹菲來了,我是丹菲,歡迎來到仙境傳說守護永恆的愛 這期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關於10月18日的維護關機公告裡面 除了這次的重頭戲,新增英雄職業達納托斯以外 接著大家所關注的改動就是冒險職業兌換券的新增獲取途徑 它里面写说在冒险手册成就职业里面 新增了魔剑式的终点 可以在使用指定的试转职业 通关指定的勇士及以上难度的国务软导或迷宗导的副本 即可换取冒险职业兑换券 单位会列出哪些职业通关哪一个副本导的勇士难度 就可以通关换取职业兑换券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可以找工会大大或是在世界频道上面搭组队 然后切换成不同的职业去领取这个价值88猫币的职业兑换券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于实际操作上面 它的状态是怎样 那我们就打开冒险手册 然后成就这边 然后选人物职业 左边就出现了骑士的终点 石制军的终点 巫师的终点 每个职业里面都可以换取到一张冒险职业兑换券 所以昨天在工会大大的带领之下 单飞先完成了三个职业的通关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未完成的有这么多 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会有在上面 除了联动职业以外 那我们可以在职业里面 然后开启树状图 就可以看到你有哪些职业 已经四转了 然后可以去通关刚刚单飞附上的表格 去通关相对应的副本 然后领取这个职业兑换券 那唯有在魔剑室这一栏 额外多出了新的英雄职业 达纳托斯 这个已经破表了 破出表格之外 只要你有魔剑室这个职业 你就可以开通达纳托斯 那你拿到职业兑换券以外 你就可以去通关其他的职业 那每个职业通关四转以后 又可以再换取一个券 哇你看还有这么多职业要连 那下一个英雄职业应该就是服饰下面这边 即将也要破出这个栏位了 好以上就是单飞分享这一次 大家很重视很关心的职业兑换券的获取方法 那如果喜欢单飞影片 请帮单飞点赞订阅分享出去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然后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